今天的大台北帕帕哥单元 要带观众朋友到中山区的秦光商圈 一家经营十多年的小吃店 店里的炒饭和炒乌龙面料多味美 招牌的丝瓜海鲜粥和丝瓜蛤蜊面 更是用鲍鱼熬煮的汤头来提味 喝起来非常鲜美 因此受到附近上班族和学生的喜爱 透过镜头带您去看看 将洋葱爆香再加入高汤 以及大量的丝瓜片 与米饭一同煮滚了之后 再加入蚵仔 花枝 钓鱼片 还有蛤蜊等配料丰富的海鲜 没多久这碗身受客人喜爱的 丝瓜海鲜粥就完成了 汤头很甜 它没有味素的 很自然的甜味 海鲜粥是我所吃过的 最好吃的就是他们这一家 因为我们的高汤是用鲍鱼海鲍鲍鱼下去熬汤的 本身是嘉义人 对对我比较对我们故乡的东西 比较有那个一个怀旧的感觉 而且这一家的手工面它已经最少有60年的历史 它是晒太阳的 对纯太阳的 然后它的面条有煮不烂 很好吃 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除了海鲜粥与海鲜面之外 店里的炒乌龙也是许多老顾客必点的美味 不但用料丰富 吸饱汤汁的乌龙面 吃起来更是Q弹又入味 我觉得这一家的炒乌龙它的料很多 然后味道也很棒 海鲜炒乌龙客的风品都很好 因为乌龙这种东西要炒比较久 因为要让它炒到说整个有膨胀起来 对 那个口感 那个味道才会进去 另外这盘牛肉炒饭则是在大火快炒之下 让包裹上淡汁的米饭 呈现出立地分明的油亮光泽 老板娘还坚持使用温体牛肉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软嫩 我们的牛肉是用台湾牛 温体牛 对 每天就是由市场那边现切的 对 是温体的 对 而且一般这个牛肉吃起来口感很好 在店家林立的秦光商圈经营了十多年 老板娘靠着新鲜的食材 加上夫家与娘家都是经营餐饮业多年 所累积出来的丰富料理经验 以及经济实惠的价格 都是让附近上班族和学生们 一再光顾的原因 记者林锡慧 采访报道